第四十届台韩经济联席会议日前在首尔举行 朱涵代表石定也以贵宾身份出席致辞 会中除了邀请学者进行专题演讲 针对台韩贸易合作等多项议题 也有充分讨论合作的空间 盼加速商鞭合作 创造互惠商景 这一次大家讨论的议题包含到贸易跟投资的合作 资通讯产业的合作 生物制药的合作 智慧城市等等 尽管台韩并无正式外交关系 却实为重要贸易伙伴 尤其韩国近年来积极对外洽签FTA 将直接冲击产品相仿的宝岛外销市场 台湾方面若能借会议寻求合作契机 相对能降低损失 除了经贸往来合作 为声援台湾八仙城报事件 韩国民间团体台韩文化经济协会 近期也举办慈善义卖会募款 出席的祝韩代表石定 以及台韩文化经济协会理事长李商烈等 也特别在现场将力足台韩友好的重要人士资金 并颁赠感谢牌 感念他们长久以后的付出 今天在这里是怀着非常谦卑 跟感恩的心情 来向各位表示 各位长期支持中华民国跟大韩民国的交流 这个是我第一个要感谢 各位对这次八仙乐园城报 受到影响受到伤害 这些年轻朋友伸出你们的爱心 我想这次我第二个要感谢 当晚参加慈善意卖会人士近200人 意卖品除了名牌包外 也包含多位名价艺术品 活动结束后全数募款所得 将由石定代表接受 再转赠给八仙城报受难者